预言故事 魔鬼与农夫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写了一本预言故事集 呆子伊凡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老魔鬼看到一位农夫每天辛勤的工作 可是所得却少得可怜 但他还是那么快乐 非常知足 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小魔鬼去找乱一个农夫 小魔鬼把农夫的田地变得很硬 让农夫知难而退 那农夫敲了好半天 没有一点抱怨 小魔鬼看到计策失败 只好摸摸鼻子回去了 第二个小魔鬼想 既然让他更加辛苦也没有用 那就拿走他所拥有的东西吧 于是就把他午餐的面包跟水偷走 他想农夫这下子一定会暴跳如雷 农夫回到树下休息时 发现面包跟水都不见了便说 不晓得是哪个可怜的人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跟水 如果这些东西就能让他的温饱的话 那就好了 失败的小魔鬼又弃脚而逃 老魔鬼觉得奇怪 难道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这农夫变坏吗 这时 第三个小魔鬼也来了 他对老魔鬼讲 我有办法 一定能把他变坏 小魔鬼先去跟农夫做朋友 农夫很高兴的和他做了朋友 因为魔鬼有预知的能力 他就告诉农夫 明年会有干旱 教农夫把稻种在湿地上 农夫便照做 结果第二年别人没有收成 只有农夫的收成满坑满谷 他就因此而富裕起来了 小魔鬼又教农夫把米拿去酿酒贩卖 赚取更多的钱 慢慢的 农夫开始不工作了 靠着经济贩卖的方式 就能获得大量金钱 小魔鬼就告诉老魔鬼说 您看 我现在要展现我的成果 老魔鬼见了 高兴的对小魔鬼说 哎 你太了不起 你是怎么办到的 小魔鬼说 我只不过是让他拥有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 这样就可以引发他神性中的贪婪 故事寓意 神性很脆弱 在大闪钢的环境污染下 唯有真正明白人生意义的人才能在迷中不慌 不乱 不忙 不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